轰鸣的汽车引擎满足了原始的人类本能 对力量的宣示 在人们心中 引擎声越高亢 动力就越强劲 但在倡导环保 节油低排量的今天 家用汽车的引擎已经越来越安静 为了让客户重燃激情 各家汽车厂商给出了新时代的 引擎声播放方案 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冲程汽车发动机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去观赏这些结构 其实没有 最重要的是这里 进气气管 火花塞 活塞 排气气管 发动机的一次完整做工 有四个冲程 吸气 进气管打开 吸入空气和汽油的混合气体 火塞向下运动 压缩 进气管关闭 火塞向上运动 压缩混合气体 燃烧 火花塞点火点燃气体 释放压力 推动火塞向下运动 排气 排气管打开 火塞向上运动 排出废气 以此循环往复 引擎声就来自 火塞运动的机械噪音 和吸气排气的气流 这也是为什么涡轮增压 引擎声音小的原因 涡轮增压技术 可以利用废气带动涡轮 驱动进气端的涡轮 压入更多的空气 这样虽然能利用 废气能量提高效率 但在进气和排气两端的涡轮 破坏了原本顺畅的气流 进一步减弱了引擎声 拯救引擎声的工程师团队 被称为NVH Noise Vibration Harshness 通常有三种方案 排气气压法 声浪传导 和电子声浪模拟 排气气压法 是一个位于排气气管后 涡轮增压器之前的旁路阀门 由机械或电子控制阀门的开合 当阀门打开后 废气将不经过涡轮 发出更加嘹亮的排气声浪 声浪传导的目的 则是将发动机的声浪 尽可能透过车身传导到驾驶室内 保时捷和福特等厂商 用一根声浪导管 将进气气管和驾驶室直接相连 以使驾驶室中的声浪更加响亮 福特的福克4ST 还在导管内安装了拨片 用于放大200到450赫兹的低音 相比机械手段 动用车载音响是最直接的方案 汽车模拟引擎声的技术 与赛车游戏类似 主要是根据录制得到的声音 制作声学模型 常见的建模方法 有交叉渐变循环和颗粒合成 交叉渐变循环 在目前的应用更加广泛 这项技术将经过编辑的录音片段 根据不同的引擎转速 档位和引擎负载等参数 循环播放 并在不同循环切换的时候 通过弹入弹出 避免不自然的感觉 另一种新型的技术是颗粒合成 首先把声音切分成 以毫秒为单位的片段 然后根据当前参数 对这些片段进行重复和组合 这样就能模拟出自然的引擎声 宝马M5在将原先声音浑厚的V10引擎 更换为V8涡轮增压引擎时 就同步引入了这套名为 Active Sound Design的声浪模拟系统 而被大众汽车广泛应用于 高尔夫和杰达等车型的Sound Actor系统 则是通过一个贴在汽车防火墙外的扬声器 把引擎声放大并叠加一部分合成的声音传导到车厢内 模拟的声音也会带给人幻觉 让高尔夫车主也有十足的底气和法拉利在路上飙车 法拉利也不够路底嘛 280 快拿快拿快拿 我是聂同宇 本期节目由回行针和老司机联合制作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知乎 B站 搜索回行针 PayPalClip 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节目见 再见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